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跳峡一直以京 旗 险而著称 峡谷长17公里 分为上虎跳 中虎跳 下虎跳三段 水流汹涌澎湃的上虎跳 是整个峡谷中最窄的一段 这里险滩相接 急流相连 呈现一泻千里之势 当金沙江进入到丽江段的下虎跳 峡谷的激流开始变缓 温度也明显升高 映入眼帘的都是一些热带干旱的典型植被 河谷地带 按说是最不缺水的地方 可金沙江流过的峡谷 大多干旱少雨 这里山高谷深 高大的山地 对来自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阻挡作用明显 盛行下沉气流 焚风效应强 就形成了高温低湿的干热河谷 河谷的谷底植被稀疏 大多为低矮多次的汗生型灌丛 一派枯黄的荒芜景象 这里陡峭险峻 人济罕至 在这干旱的岩石缝隙中 一种在武侠小说中经常被提及的植物隐匿其中 眼下正直旱迹 它的枝叶卷缩起来 植物体变得胶干 这些蜷缩成一团的植物叫电状卷柏 电状卷柏非常能迷惑人 虽然看上去像枯死一样 其实它们正进入休眠假死状态 卷曲收缩叶片可以减少水分散失 并降低新陈代谢 电状卷柏的生命力极其强大 当雨季来临 温度适宜时 它就会大量吸水 随着枝叶舒展又苏醒过来 由于干旱石崖难以保持水分 它要经过多次的枯死和还魂 才能长大和繁衍 这样的不死现象 植物学上称为复苏植物 所以电状卷柏又有一个传奇的名字 九死还魂草 炎热少雨 干湿分明的特殊气候 孕育了耐干热的植物区域和植被类型 这其中不乏一些特别稀少 被列入重点保护的植物 中国西南地区大部分的干热河谷 植被覆盖率都很低 面临水土流失的风险 生态十分脆弱 掌握干热河谷生态系统 及其环境要素的变化和演化规律 一直都是专家学者关注的目标与热点 这对于保护好干热河谷特有的生态系统 和开发利用 有着重要的意义